請問一下,氣象局好像會跟我們這邊做視訊會議,這對研判台風價會不會覺得更準確一些? 他大概會怎麼進行? 我也不曉得,不過是這樣啦,這個中央跟地方有聯絡總是好的,包括放假什麼的,有更好的聯繫總不是壞事 大概幾點會跟氣象局這邊? 這我不曉得,我們通常氣象局會先跟我們的消防局聯絡,我們就是stand by 消防局要說要開設EOC,就是那個緊急應變中心,我們該開設就開設就對話 不過因為選舉快到,台風價放的標準會不會也擔心很容易影響民怨也影響選舉? 這個台風價就是每一個地方首長的噩夢,因為常常這個會被KR,我們是一步一步的去精進 不過比較麻煩是因為北部首都生活圈,常常不是台北市可以單獨決定,還有新北市還有北北基 這個都要合在一起考量,所以有時候我們可以定制度,但是也要說服大家能夠共同遵守這個SOB 現在有傳出明天中午就會宣布嗎? 宣布放假,其實我們在看這個台風走的速度,因為如果太快的話 所以通常是這樣,如果下午要放假不放假就變成明天早上10點之前,我們會決定說下午不要放假 所以是明天早上10點會有答案? 我們會再開會啦,因為這個老實講,這個就好像,你要知道天氣預報它是機率 我們不是那個鐵口神算,你現在問我說台風走的速度多快,我也不曉得,所以且算且走 市長這樣可能又要再被迫放半天假?有可能? 嗯,原則上是儘量不要啦,上半天假是這樣,下午臨時要放 會被罵,但罵比較小聲,但是如果是早上要放假,下午在上面被罵得更慘 所以我們會衡量 我們會選擇一下,下午就會選擇你們算是聊天明的